蓝帐篷搭起 慈激再次协助美国政府疫苗接种行动 这次是打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在这边遇到一个好朋友 因为他本来对打针有一些恐惧 那我就跟他说 我会在这边帮忙打针 他也就过来了 那在打针在聊天的当中 他感受到慈激的伟大 马上就捐了一笔钱给慈激 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来到慈激的会场的时候 我很感动 因为在室外 我觉得所有的设备都是善提人意的 让我觉得有一种自由自在很安全的感觉 所以我这小小的奉献 只是其中一个小小小小的回馈而已 针对我们所谓的疫苗的接种 那今天是打第二针 那就在借这个因缘的同时 我们有另外一个摊位 是专门为我们所谓的骨髓捐赠需求的人 做一个配对的活动 是在这个地方 我儿子由于白血病复发 急需要各界伸出援手 找出一个合适配对的骨髓舌 来挽救他的生命 口中的儿子是急需救命的白血病患 加州资深检察官黄一峰 父子俩常年对社会和亚裔倾注心力 配对活动立即唤起共鸣 在新闻直上美式公美国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